大家好 我本來也不曉得要開這個聰明會 我讓鄭余昌早前打電話給我 我本來想要用那個簡報 張歌謠來秀 我今天針對的就是公安方面的事情 因為我在中華電信 在總公司當勞安頭 總公司勞安科長 我今年已經80歲 我本來是不想來 可是為了後代的子孫的安全方面所想 我現在 因為我這邊來住了 我已經住了差不多四十幾年了 那個時候大道路都還沒通的時候 我們在馬路那邊種菜 我現在請那個交通的長官來去 如果交通泳賽的時間 我來了解看看 我們那個平均 松山山直到那個郊遊站 那個松山路 兩線道 那麼窄 車子有那麼多車子 差不多將近十路的車子在那裡經過 我看彎來彎去好危險 因為我本人說 一百很怕 五百都不怕 我這個公安的話 我中華電信 我們整個的工程車輛有一萬多部 所以都是我規格把它丟出來 那我要建議是什麼 因為這個延期裡面 那麼多人口 要考慮萬一發生意外的時候 這個大道路只有兩線道 我剛才用池去把它丟一丟 總共排水溝到排水溝是十二米 那個一個停車兩邊停車都站兩米 中間只有四米 那個都機車道 部分都沒有機車道 車停了以後很危險 輪行到的話 我去用池樑的話 有的1.2米 有的最多是1.5米 那麼窄的話 將來一旦發生什麼事情 剛才那是遺漲的將來 不只是交通通線 如果發生中大意外的話 交路車搶救要出去的話 我們大道路出去的話 就是中校東路嘛 那只有兩線道那怎麼走 如果是園級裡面 弄到四線六線也沒有關係 平均也是到外面要出去的那一段 那一段現在這個房子也是困難 所以這個事情 我是請專家考量一下 不管將來的計畫什麼樣 先這個疏通方面的話 先考慮一下交通流量 一併考慮一下 是不是有沒有辦法 再做一個隧道的話 弄一個路通過去還怎麼樣 這邊到南港國柴的那個也是兩線道 這邊說波蘭路 因為時間的關係 謝謝各位 謝謝 下一位施文璇 我是朱文璇 我是朱文璇 法治上的石小姐 剛剛其實有很多的朋友已經針對 那一個僅存的那一棟 那我再做最後一點小小的一個建議 既然是以文資會開始 那我們何不就用文化圖的做法 我們來一個社區總體營造 那以這樣子一個概念手法 然後我們來連接一下 我們的社區發展的一個共識 而不是只是單方面的 我們坐在下面聽 然後各位在上面 現在是比較好 大家有草底記 那可是我們為什麼會反應這麼激烈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的想法 並沒有真的被聽到 那前面幾次都說 喔這是一個特殊的議題 我們之後會再打論 那可是也都沒有看到一個相關的 專題的一個會議來針對這件事情 那就我們所知道 就是一個人跑去那裡 然後先喊了 然後這個 這一棟就是保留下來的 那我們整條街的居民請和你看 好 那應該是這樣 專業的評估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要尊重嘛 要不然我們親 他們幹什麼 那這個委員的錢也都花了嘛 好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剛剛有提到 因為是我非常的 今天雖然有點小遲到 可是我還是有聽到 那個委員局長說了 說這裡是一個非常適合人居住的地方 我也很期待 那不過我還在仔細聽喔 我只是感覺到壓力好大喔 因為似乎 雖然說現在量體還沒有被決定 那可是 我們之前聽到好像就是 將近一百公尺的高度的一個大樓 會在這裡出現 那請問一下怎麼叫適合人居住呢 那這邊提供一個建議 雖然有可能不見得是這個階段的一個細部規劃 不過也希望未來可以看到類似的一個想法 其實國際間 尤其是這個 其實那個社會局局長已經坐在旁邊 今天都沒有發言 其實我覺得非常可惜 那這裡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我覺得可以做很大規劃的一個社服用地 為什麼都沒有看到類似上可食地景啊 或是療育花園 這種在國際間都已經很會知道 其實具有相當的減壓效果的一些規劃在裡面 那甚至我們可以參著像 Herman Culture就是那個 我們有去生活設計的這樣一個概念 把自然建築還有友善環境 照顧地球照顧人類分享剩餘 這樣的概念把它放進來 我覺得對我們整個社服用地 整個的一個提升會很棒 接下來就是在社會住宅 是否可以提供一個一定比例的一個戶數 可以用心提供給一些單親 或是中途安置的一些朋友們 那希望可以讓他們 可以優先在這個園區裡面 獲得工作 因為其實養老 或者是有一些什麼安心照顧 或什麼其實會需要很大的人力 那如果說現在人力有不足啦 那是不是可以用所謂的 以工萬素的一個做法 那也協助這一些 比較弱勢族群的人 那他們可以一方面用拿到的釣竿 好 謝謝 謝謝 好 下一位 劉慧柱 劉小姐 好 市長 局長跟市府同仁跟各位相關大家好 好 現在呢 其實我要講三個主題 第一個主題就是 我們的捷運什麼時候蓋好 市長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保證說 在捷運沒動工之前 先不要去規劃這個公民住宅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承諾說 在捷運沒有完工通車前 先不要讓這些人住進來 因為我們實在很害怕 那個交通會沒辦法生負荷 那現在我要講的是 把這個大家的把這個跳坡到整個 全市的規模來看 市長當初呢提出了去年 競選前提出了台北未來50年 要邁向更宜居的城市 那可是最近呢 我們被報導了 台北市是全球最脆弱的城市 預估要用5.9億元去救災 那我們預防剩餘治療 與其未來發生嚴重的傷亡 我們花這麼多錢去救災 不如現在拿這些錢來 重新設計我們的城市 然後讓我們免於傷亡 那我們期待的是 脫胎換骨的台北市的新貌 下一張 這是都發局的市政院級 其中呢是把前瞻 安全放在最後 這是針對都發局的市政院級 下一張 可是我們市民呢 需要的是什麼 生命安全第一 所以我建議市長請你找國土規劃 叫城市設計的專家 來幫我們設計一個安全的城市 那斷層帶的地方呢 已經是知道斷層了 我們希望呢把它變成是綠地 或者是就像市長的 市政新政裡面講的田園城市 或者是停車場 讓它屋頂綠化 那我們加速老舊的公寓更新之後呢 就能夠像剛剛那位相親講的 我們更新的公寓可以成為是公營住宅的住戶 然後呢 我們把現在住在斷層帶上的居民 遷移到非斷層帶上的住宅 OK 那我們針對這個市長在選舉前提出的一些市政 會公辦都更 我們百分之百贊成 接下來 可是呢 為什麼我們的都更牛步呢 它的症結在哪裡 是我們的官員當初在設立 溶積率 建幣率的時候 是超人家國外那種 人地管人稀的 外國的方式來 來都更 建幣率的制定 結果呢 變成了一個變形怪物 叫我們要溶積移轉 這是荒謬的 那我們現在現有的老舊公寓是 百分之百的建幣 全部都蓋滿了 然後五層樓的話 是500%的容積 所以你如果現在都更後 減成是45% 225% 你想原住戶怎麼會可以呢 所以呢 當然是堅決反對 也就是為什麼都更年戶的道理 下一個 對不起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請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下一位 請問是不是同音到我繼續講下去 請 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剛才一開始就講的 OK 那我們是請 市長 拜託你 是 市長拜託 請你 邀請 國內外專家來設計新城市 不好意思 您可以把會後 我可以聽您講 但現在要記事 下一位 陳寶珠 了解 不在場 那我們下一位 那以上 就請台上長官先生 謝謝 謝謝